大家好 欢迎回来《军功开物》 我们讲的就是《军武器言》和《科学生之》的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 上一集《军功开物》这一集 讲到以色列的IMBIM 都很受大家欢迎 所以多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今集又跟大家讲一下其他有趣的科学知识 尤其是要讲一下近期 就是我们讲到以色列战争 其中哈马斯和以色列他们当然是斗过你死我活 但是其中一个以色列要进入加沙地带 甚至乎要和哈马斯竞逐的战场就不在地面 而在地底 而地底也是一个很大的网络 就是我们讲一个地下长城 这个也是哈马斯很自豪 之前接受过BBC的访问 也都讲到他们这个长城的系统 是比越南当时打越战的地道系统更加复杂 更加现代化 和更加先进 所以亦视为这个是对付以色列最大的武器 所以我们这样讲 今次以色列也都牵涉到要救人质这个问题 人质也都被相信是放置了在地道里面 所以今次以色列部队怎么去破解 就是现在哈马斯里面的地道的系统呢 就成为了今次作战的关键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和陈博士一起去讨论一下 对以色列来讲 它们现在当然是高科技那一方 怎样透过科技去破解这一套的地道系统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陈博士和我们一起深度去导游 就是讲一下这个地道系统用现代的科技 有没有办法可以破解得到呢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like我们的节目 还有share我们的节目 就会比其他更加多 想认知更加多知识的朋友 喂 陈博士 喂 你好 是 Larry 你好 大家好 那陈博士 我们之前就讨论了 那你呢 就教识了一件事 那一件事呢 其实我就算到现在听 都是out of 我那个物理学那个领域 就是你介绍的一件事呢 就是去探测地道等等的科技 一件事叫做妙子 一件事是妙王 那可能有科学底 或者甚至乎大学位去读 这些朋友可能会很熟 但是对一般人 百姓来说呢 其实这个MUON 这个technology 这个科技的后面 是什么来的呢 还有我们经常说呢 就是去探测的东西 你问我 我最多听过 就是金字塔的地底探测过 有很大很多地方 之前还没知 那其实又跟我们说 就是来说去探测这个金字塔的塔底 那些科技 是不是都是那类的呢 这里这样讲 大家不要被这些专有名词嚇到 如果我问你日常生活中 我想去找一个工具去透视一些东西 你会联想到是什么科技呢 哦 最简单 例如我们检查身体 例如我常常咳嗽 那些网友叫我去照废 那就是X-ray 那如果是X-ray之外 那还有其他的 就是可能其他的 一些探测那些东西 那我们最雷雯一想就想X-ray 是的 就是无论你普通是照废一张 就是由前面照去后面显像那些这样的X-光 或者是你做到全新的CT-scan 其实都是在用X-光的 那只不过你是用不同的技术 把影像重组的原因而已 那X-光本身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透视能力都强的光 但是它不算最强的 你不会想象到 我们去探测一些更加厚的东西 是可以用X-光可以达到的 那譬如你说 在那个机场 你去探测你随身去戴上飞机的那个袋 你要把它放在X-光 是吧 那可能那个行李本身 你都可以叫做把它放在X-光 而且要是更加厚一点的X-光 因为如果你大件行李厚一点 你不用强一点X-光 你有很多东西也都透视不了的 所以我们知道X-光本身是一种 有透视能力的电磁波 或者是光 那然后就是 它也都会被阻止的 它的透视能力也都有限的 那好吧 如果我们想看一些比较大型的结构 你刚才说到金字塔 甚至有一些更加厉害的例子 是想去追踪一下一个火山的活动 火山去有一些爆发活动之前 在火山的周围很多那些裂缝 那些微細的管道 它里面有没有呈现一些的变化呢? 我们要看这些这么大的东西 你很容易想象就是 你不能用传统的X-光去做的 因为传统的X-光 你可能在说 透视到一米 或者比一米更小的那些物件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合理分量的X-光 来透视到里面 但是你想不想象到 用X-光 就可以帮我透视整个火山 或者甚至透视整个货柜 或者透视整个我眼前 那些金字塔这么大的东西 就做不到的 所以呢 就是物理学家 它就都会周围去留意一下 有没有一些东西 它那个透视能力是更加强的 其中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那些 粒子物理学的朋友呢 这里有可能要问一下Larry 你知道多少 如果你在说原子尺度 我们的物质最基本组成的单元 你会讲到是什么的名词呢? 那我就粗浅了 你问我就是 不重要 这里的proton 就是质子 是的 跟着我们会讲到 neutron中子 那它就绑住这些质子 另外就是外面有 大副电荷的electrons 电子 是的 跟着你再数进去 就例如说 讲到那个原子核 再小一点 例如我们还没讲 那些什么上底粒子 类似的 类似的 我们甚至乎可以 是的 甚至乎可以讲到就是那个 中子和质子里面 可以有更加小的单元 那其实如果你真的 翻开那个不是化学 直接是粒子物理学 那些这样的资料呢 你会发觉就是 它们认定了有一堆东西 就成为那个物质基本单元 那些我不会一一详细讲的 但是其中有一粒呢 我是觉得很特别的 就是什么呢 它像电子 电子我们是很容易了解到的 就是它在一个原子外面 围绕着原子核转的东西 但是一粒子物理学世界很有趣的 我们发现了一些 比较重的版本的电子 就是说呢 它一样是大负电 那它的质量就会比正常的电子重 那甚至乎呢 它也都会比正常的电子不稳定的 你给一个很短的时间给它呢 它这个带负电的这些古怪粒子 就会衰变成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其中一个结果 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电子 这样也有的 那其实在那些粒子物理学家 他们找到的 除了是带负电的基本粒子 除了是那个电子之外 有一种叫做妙子 Muron 还有一种再古怪些 再重些 但是寿命再短些 叫做Towon 但是我们集中看看 Muron 那个东西 如果大家要去理解 我不讲得太复杂 甚至Larry 你可以理解 它是一种 在粒子物理世界里面 我们发现了一种 它应该是和电子同一家族的 一个粒子 它都是带负电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重的版本 不稳定的版本的一个电子 我给了一个名字 就叫做Murge 就是这样的意思 它有一个特性很有趣的 它就是穿透力很强的 比起我们知道的X光可以更加强的 那么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 就是什么呢 这个也和去验证的 相对论的一个例子有关的 其实我们在那个宇宙空间里面 很多高能量射线 这些高能量射线 打到我们的大气层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大量产生 这些这样的妙子 这些妙子呢 它因为寿命很短 照计就不可以下来的地面 被我们量到的 就是我们原先估计 就是它没下来的地面 就已经衰变了 变回普通的电子 于是我们地面量不到 但是就是因为相对论效应的关系 我们在地面量到很多 那么很有趣了 就是其实呢 我们不知不觉 日常生活中 我们每天走出街 是不小心 都会受到多多少少这些妙子 去打中了我们的 甚至是打穿了我们的 但是它和我们的身体 没有相互作用的时候 我们就当它透明 它又当我们透明 是这样的 但是呢 就是很聪明 那些科学家他就想到 利用这种穿透力 这么强的妙子 加上一些能够帮我 专系去感测到 这些妙子的仪器 它就能够成为一种类似X光 帮我去显像透视一些东西的工具 那所以这件事 原先是由科学家去发现出来 我们了解它的特性之后呢 将它转化成为一种科技 来帮我们做一些更加厚恰恰的东西 都能够透视它里面 有没有一些古怪结构的一种工具 那所以其实呢 我就会 就是想主要时间都是花一花去说 就是说去评估一下 这种叫做妙子透视的科技 究竟可以怎么用 到真正你放在战场上面 有用的没有用 那我们就试评一下这件事情 嗯 所以就 如果听陈博士这么说呢 如果透过妙子 妙子就可以去观察一些 就是因为那个穿透性强 所以就能够去透视到某些地方 就是它的结构啊 或者是它里面的一个组成等等 那如果我们放在这次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战争层面的使用 那当然你说第一 就可以探知到更加多 可能敌情的东西 那这个一定是做一个间接情报 这边做侦察是很好用的 那在打仗 现在都是常说情报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次我们说去特利沙真的去攻击哈马斯 那他们的地道都觉得挺深的 就是他们都预认了呢 以色列的军队会用一些转地弹等等 那些东西去攻击他们 那他们觉得深 那其实如果它现在那个运作里面 就是第一 它可以探测到多深的地道 就是大概呢 是不是一个实用的一个探测的方式呢 那这里就要比较一下了 如果你用X光去做呢 几米就玩完了 就是你不能透视到多几米的东西 就是如果不是我们用了X光都可以去看 就是去看金字塔就算了 但是不行的 用秒指呢 我们评估过呢 看几十米深的东西都可以的 就是比如说你有个秒指射線源 它穿过一个你想看的那块东西 然后我们在另外一边放一个探测器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那些秒指基本上可以穿几十米的 就是如果说整个建筑物也好 整个地质的结构也好 它是穿到几十米下去的话呢 也都意味着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做 就是拿这件事来做一些的透视 那如果它真的可以穿到几十米都问题不大 那它那个探测器呢 它可以做到几清楚呢 就是说如果它纯粹是用一个影子 那就可以分不了前面有些什么 但是不是啊 其实它都好像现在的雷达那样 就是可能它那个力敏度都挺高 那真的到时候我分到这个是一个密室 这个就是里面有些什么物体 它是有威胁还是没有威胁 这个是一个人来的 那它会不会大致上都有一定的灵敏度 去做这些分别的一些物件啊 人啊这些基本的东西呢 是的 这就要交给大家去评价一下了 我们一般所知道呢 我们看东西清楚不清楚呢 你用雷达也好 你拍照也好呢 很多时候看你是要投放多少的讯号下去 然后接收到多少反射或者散射的讯号 譬如你晚上拍照 你要开闪光灯 那你想拍那件物件才清楚 你开闪光灯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我多放一些光纸下去 让它反射给我看 是不是 那到X光也是 就是如果你想看得清楚些 往往你就是将它的强度要加强些 那其实这个呢 你懂得玩拍照的朋友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给下去的 那个刺激不够大的时候 你的曝光时间就要久一点了 那这里就让我先扯远一点点了 刚才不是说这种秒子科技呢 是可以拿来帮我透视这个金字塔的 而实际上呢 在这近年都挺有趣的 有人就是在这个金字塔的外面 去摆一个 就是不一定是在外面 譬如有些金字塔你能进去的 也可以把那个探測器放在里面 然后呢 就去等那个宇宙下来的那些秒子射线 就射到金字塔射穿它 然后我就希望接收到一些 所以呢 射透了这个金字塔的秒子 就由我的接收器接收了它 那因为呢 宇宙给出来的那个射线呢 虽然是很多 但是你呢 就是要说是希望能够将它 整个金字塔结构里面照清楚 让你成为一个影像 可以还原给你看清楚的话呢 其实这个曝光要曝很久的 就是我们的日光月光 其实都有很多光子在里面的 但是相对那个秒子 他给出来的每秒的分量没有那么多 所以呢 那些去用这个秒子技术去探测 那些金字塔里面隐蔽地道的这些人呢 他们要曝光曝很久的 就是以 应该要怎样呢 以日去算曝光的 那如果在战场上 可能你会觉得 就要这么浪费啦 是不是 那些信息万变 但是呢 如果我们换一个 另一个例子 其实在很多时候呢 我想在美国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用到 美国那些边境关卡呢 如果他想看看那些大型货柜车 有没有安装那些古怪的东西 有没有一些古怪的结构在里面呢 其实以我所知 中国大陆都有这套技术的 就是呢 他们在那个边境关卡里面 就叫货柜车 駛进去 就是一个固定的探测器那里 停下车照一照 它不是照X光的 是照秒指射线 因为我们知道秒指射线够强的 所以货柜车装比较大 装一些比较厚的 我都知道它里面有什么 还是没有什么 那么 在这些过程里面 就当然跟我们那些 宇宙秒指射线无关了 我就需要加一个 人工的秒指射线圆 去照穿了这个货柜 然后就在这个货柜的两边 或者上下呢 就放一堆探测器 看看里面 这个货柜里面的东西 它会给到一些什么的反射 或者散射讯号给我 然后我尝试把它的影像 重组出来 里面哪里是空间 哪里是有实心的东西 那些过程就可以很快的 甚至乎货柜都不用开 你直接走过 照一照就已经看到了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外面 私家的秒指射线圆 够多够强的话 而且你接收的方向也都对的话 你显出来的影像的解像度 就可以很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显像得比较好 所以这个呢 去到战场实战使用的时候 你也都预认了 你不是说只是放一个探测器在那裡 你也都要放一个射线圆在那裡 然后你最理想的设定是怎样呢? 最清楚的情况就是 你想研究的那些东西 听着啊 就要夾在你的射线圆 和我的探测器中间 三文字式夾住 那就是最好的 其实这个情况有点像 就是我们照X光 X光射线圆在我前面照到我的肺 但是我后面接收的仪器 显像的那些东西 就在我背後面接收 就将我这个样本 就夾在发射和接收 两个仪器中间那裡 如果是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 我不知道Larry你觉得呢? 在战场上实际地去用的时候 会不会多了很多限制呢? 这个限制一定是大的了 因为如果我们计算 例如说你去carry那样东西 你还要去计算 你还要计算你中间要detect那样东西 然后你还要计算那个发射源 那还要夾住 你要夾住啊 最麻烦的是 是不是? 我当你在战场的战线一边 你怎样将它深入敌喉 将探测器放在背脊那裡呢? 那变了呢 你如果是在那个战场开初之先 你根本 你可能就算怀疑这个地方 你是想拆它 你怎样将你的探测器 真的可以放到 在刚刚跟你那个射线圆打对角的后面呢? 是的 你变了现在的探测器 你不要以为好像那些地雷探测器 那些金属探测器呢? 好像一架吸塵器在前面探测一下 接着就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不是的 而最麻烦的位置就是 你是需要将一架探测器 放在它背脊那裡 是的 那就是说如果你怀疑 那个地底是不是有些东西 你是不是要将它放在一个更深的地底上 放一个探测器在背后呢? 然后你才能够清楚认识到中间有什么呢? 一想到应用是需要这样的时候 你发觉在事前 在你没有办法去深入敌人内部的时候 你发觉你很难施展到这种技术 那也很困难 如果我本身要进入地道最深处 是的 之后就放下这个接收器 然后就利用宇宙的MIRROR 去穿透 不用用宇宙的MIRROR 是你自己放下去的MIRROR 就行了 不要用宇宙的MIRROR 是 就是穿透下去 然后就哇 都真的很难 不过真的如果做得到呢 是不是真的它都挺精准的 都画到不少地道的图出来呢? 我会说是 我会这样想 譬如现在去到一个作战阶段 你是要佔领了那里 再清剿了里面的秘密地道 那可能就是 你想到就是说 你把整个加沙北部的地带 你把它分成很多不同的区 然后呢 你是利用一些已经知道的一些地道资料 譬如他们的地下水道 你就把一些探測器沿着地下水道去放 那些是一些 可能是甚至乎已经建成了的隧道 或者是地庫 你把他的探測器放在那裡 然后你就在另外一端 不停地放一些 秒子的射線 射下去看看中间 一些你去不到的地方夾住有些什么 那现在就是 你会发觉就是 有时都要遷就得到 有时就不到 可能他原来挖那个隧道是更加深的 但是你放到的探測器都放不到那么深 所以你就算在地面 或者在其他地方再加一个射線下去的时候 可能都反映不了地底更加深的情况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限制来的 所以就是你那个技术你要去拍穿了这个地质的照片 就是有没有一些现成的地道结构帮到你呢 那已经给了一个很大的限制给你 金字塔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整个东西凸出了地面 所以你不用挖到地底 另外火山也是的 它整个结构是凸出了地面的 另外去探測那些货柜车也是的 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地面走你 就很容易将它三文字式夹住了这个货柜来 去任你量度 是不是 但是卡马斯本身去建这些地道本身就是 他本身就是想規避你的 他本身就是建了这些地底的 你除非能够将那个探測器 放在地底更加深的位置那里 那你就有希望可以用到这个技术 比较有效地去施展出来 就是这里你就看到 它本身这个仪器这个物理 你要准确地去将中间的 你想揭开的结构显成影像 你的设置本身已经有这么大的限制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你会明白就是 为什么近日有一些评论就是说 虽然耳君都有一些去探测地道的科技 但是 都不代表它可以 很有把握地去 去击破到这个地道结构 陈博 那不如这样吧 如果是这样我们大胆的猜上 就虽然我不知道有多深 但是我大概猜到 就是可能最深 我假设挖到150米 如果你可以挖到150米 基本上你都是最深的位置 探测上来就应该容易一些 那可不可能我现在就立刻转一个 是150米那么多 大概估计都是这个 因为你都很难估计到在哪个位置 因为基本上遍布整个加沙 那我就在几个点 我相信要去找的时候 在几个重要的捷点 都转一个洞 转到一定的深度 就把刚才我们说的MIRROR 很多东西就放进去 然后就在那里互相接收 就说scanning那里 那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呢 可以这样的 但是你真的要转一个 百多米深的洞 你都不是说一天半天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你真的要整个儀器放进去 所以就是 就是现在都很矛盾一个位置就是 乙军究竟会不会直接 进驻去占领这个加沙 因为如果你要放这些儀器的时候 你根本上乙军就一定要进入去 还要是深入腹地这样 然后把你的儀器放进去 再慢慢 就是等于你清了个墙 你真的要确保大家安全 你才要测一下中间有没有一些地道 你想发现破坏它 还有还有没有阻止那些人 那些敌人 签灭敌人 那些限制会很大 因为始终就是 你怎样把那个探测器放在 你认为对的地方 真的有效果的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限制 所以你都会看到就是 为什么说当初 发现不到 人家明明打地道战了 但是为什么都好像发现不到呢 其实在那个 应该这么说 我敢肯定就是说 在未开战之前 你说乙军会不会 已经用这些科技来监测 那些哈马斯的地道活动 是肯定有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这种技术 就算不是在战时 在平时的和平时 就是和平时期的用途 都是用来去打击一些 地道走私的一个 其中一种工具来的 美国就会用它来 放在一个美墨边境那里 看看有没有墨西哥人 去挖地道走私的人 和其他违禁品 进去美国 都不一定入了 可能出了 那同时间呢 乙军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它在那个 以色列和加沙接洋的地方 那里 一样是放了很多 这些这样的探测器 去尝试看一下 就是由巴勒斯坦地区 那里是挖地道出来的 那一些比较靠近去边境那里 其实已经有探测 但是都可能就是因为 没有适当的探测仪器 已经放在加沙里面那里 就令到他们 发现不了这些地道的存在 那你就会看到 在平时实行的时候 已经这么困难了 到真的战时的时候 就更加困难了 所以我就藉着这个机会 来介绍这种科技 但是实际上它多有效呢 会不会真是一种万能弱 甚至是game changer呢 那就留给大家去决定了 嗯 好啊 所以今天多谢陈博 就是给我们介绍了 妙子这个科技的探测 那也都是大家 常见来说去探测一些地底 或者附近的一些物件 就是它的结构 和它里面会不会是有其他东西 那都是一个 廣泛的生活应用的一个科技 那这个呢 当然你说 现在带了进去军事科技里面 包括去探测 就是现在的人质啊 究竟身藏在哪个地方 那被特众部队去拯救 那都是很重要 那也都相信呢 那专家呢 应该呢 就都寻求一些破解的方式 那我们都捉完一下 以色列的部队呢 能够早日 找得到呢 现在呢 被哈马斯收藏在加沙里面的人质 那么就尽早呢 将他们呢 解救啦 那这个呢 也都对他们的家人来说 就是一个比较深安的做法啦 好 那多谢陈博士 今天和我们呢 这个解画 那也都呢 大家记得支持 我们《军公开物》 包括免费订阅我们 我们《军武器言》和《科学生知》的频道 那记得给like 和记得都人手 手动地帮我们share这个节目呢 出街啦 好 那我们在下一集呢 《军公开物》 就再和大家study 更加多科学啊 《军武》的原理啊 好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下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